没错 其实台风在过去几个小时 它的位置是有稍微比较改变的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要往西北方向来移动 它目前最新的位置是在俄卵比的南南西方 230公里 原本是从俄卵比的南方下已经南南西方了 换言之它已经开始慢慢走到台湾的西侧了 而它的七起风半径是依旧维持280公里 不过它依旧是走得蛮慢的 因为它目前还是每小时16转19公里 还是持续维持在20公里以下 其实它今天早上是在吕宋岛的北边 有持续打转4、5个小时的状况 它离开吕宋岛之后 气象局认为它的速度应该是会加快的 不过目前看来 其实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慢的一个步调 不过影响我们的范围 其实会随着它的位置改变开始 包括了在这个中南部地区 都会感受到它的威胁了 包括气象局稍早的时候 已经把路上警戒的范围 从云岭往北移到了这个彰化跟南头 换言之彰化以南都会是它路上台风警报的范围 而且气象局认为说它的暴风圈 很可能会扫到台中 所以在稍后台中也会加入 路上台风警报的范围 其实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同样要来跟大家说的是雨 其实基本因为这个台风 它一直在维持我们南部的这个位置 持续很久的一段时间 加上吹东风的关系 所以主要降雨都是集中在花莲跟台东 稍早的时候气象局也把这个超大豪雨的范围 紫色的范围延伸除了刚刚的花莲以外 包括台东的山区 还有屏洞的山区 也都是超大豪雨的范围 主要来看雨下最多的地方 日累积刚刚累积到23年50分 换言之几乎是24小时了 下最多的地方还是在屏洞的大午山 累积雨量已经达到近650毫米了 另外其他都是在花莲的部分 也是将近四五百毫米 所以才会刚刚告诉大家了 包括花莲台东山区还有恒春 这个屏洞山区的部分 都加入超大豪雨特报范围 另外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风了 为什么要特别讲风呢 因为北台湾的民众 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是风 北台湾雨虽然没有那么强 但风却是很强 这个台风虽然一直在我们的南部 虽然在恒春的南边 或是在台湾的西侧 南台湾的部分感觉到强风是很正常的 但因为这个台风 它是吹逆时针的风 东风的关系 加上地形的作用 其实在北台湾的部分 包括新竹以北 还有基隆北岸的地方 都是要特别的注意了 就要跟大家特别来提到风的改变 其实这是比较早的时候 气象局的风力预测 当台风还在我们南边的时候 包括台东跟恒春 都是要特别注意强风的 但随着台风往我们的西侧来走 范围会改变 慢慢的台东就不会在 这个红色的景视区了 恒春之外会加入屏东的部分 另外还有高雄的部分 特别在明天下半天 中午12点以后 包括屏东 还是会维持10到11级的强震风 高雄的部分会往上升到9到10级 另外在北台湾的部分 刚刚提到在明天中午以后 桃园以北 双北桃园 另外还有就是在基隆跟宜兰的部分 依旧都会维持8到9级强震风的 虽然感觉起来雨 看得到的雨感觉不是这么强 看不到的风 其实北台湾的民众 还是要特别的来注意的 最后还是要来跟大家说的 是很多人关心说 这个杜苏瑞远离之后 后面还会不会有另一个台风呢 其实5号台风远离我们之后呢 紧接着还有个6号台风 很可能会出现在这个菲律宾的东侧 时间大概是在周五左右呢 它会升级成热带性低吸压 也是TD的部分 预估在礼拜六的时候 它才会升级成今年第6号台风 而它的路径呢 目前来看 应该是会一路往日本九州 还有在这个中国大陆 南韩这个东海的部分来前进 对我们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 很多人要问 这个台风跟杜苏瑞 会不会有互相牵引呢 其实杜苏瑞在周五的时候 就已经登陆到中国大陆了 而这个台风 它在周五的时候 还是热带性低吸压TD的部分 所以两个之间的影响并不大 这个新的台风 6号台风 并不会被牵引到 影响台湾东侧的部分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 安格丽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